因为他们让他们發展的 想起来的 就算了 没这个 他还没这样 他也没所乱 这些协助 也不会有任何的 他就像你一样 这么说 我心想 他很很严重 我心想 从他这些 举办木脑纵歌的前夜 董萨演祭祠时 要在祭台上放置盛水竹筒 董萨和其他的神职人员 围绕木脑纵歌厂进行分场仪式 洒水的行为始终伴随着董萨 举行木脑纵歌的早上 要用牛来做牺牲 杀牛祭祀是锦坡族祭典中的最高规格 据史料记载 中原地区很早就有了用舞蹈来骑鱼的活动 若国大汉 则帅乌而舞鱼 鱼字就是古代骑鱼的一种舞蹈 木脑纵歌开始前 还有一项重要的仪式 锦坡族德高望重的长者 要把犀鸟头 孔雀羽毛制作的头冠 授予灵舞者 灵舞者叫脑霜 脑霸 担任灵舞的人 必须对舞蹈有悟性 并且品德高尚 以表威严 为脑霜受官 为什么灵舞者要带鸟 鸟官插鸟毛呢 上海经济载 轩辕皇帝的曾孙 曾经设祭坛旗语 掌管祭祀的人 必须装扮成彩鸟 旗语说法认为 古代以鸟为图腾的紧迫部落 常常举行大规模的 抗旱旗语仪式 古今同俗 木脑纵歌的灵舞者 也要将自己装扮成彩鸟 其余的说法 还可以找到相关的证据 大鼓是对雷霆的模拟 今天抖动的扇子 过去是有树枝 都是对风声雨声的模拟 女人们肩膀上的银炮的响声 代表刮风下雨的声音 竹筒表示承接雨水 一切都表明 木脑纵歌与其余有关 有人质疑 锦筒族居住的地方属于 湿润气候 用不着举行旗语活动 锦筒族的解释是 他们的祖先来自干旱的中原地区 旗语仪式是古老的传统 在我们这个木脑宅瓦里面 它是这样记得的 那么我们的祖先呢 最早是在一个很大的平原 是长着这个小米 长着米的地方 这个米呢实际上是小米 现在长在这个北方啊 陕西啊 河北 河南 这一带的这个小米 其余的说法 还可以找到相关的证据 又小米呢 请按招勺 其余的说法 Pew escoko 漢肠族的形状 来跳舞呢 木脑石洞上的 绝崖纹和回形纹 古代称云纹和雷纹 仔细观察 不难发现 两者之间可以互变 合起来称为云雷纹 一经将云雷纹的含义 解释为行云下雨 云雷纹曾经大量地出现在 中国各个时代出土的器皿之上 云雷纹最早出现在 四千多年前的中原大地 抗旱求雨时 人们与上天进行对话 云雷纹充当了求雨的象征 汉代以后 云雷纹慢慢消失了 而锦坡族在今天 还在大量地使用云雷纹 锦坡文化 为什么与先秦时期的文化 如此相似 今天 锦坡族仍然按照云雷纹的图案 线路来跳舞 不仅让人联想起 锦坡鲜明在干旱的西北大地 万种一新 不畏惊难地悲壮场面 其实历史上 锦坡族跳的文化有很多种 一种是专门祭 摩带神的叫做真文化 一种是祈求五国丰登的 这个四文化 一种是在战争过程当中 动员的德鲁木脑 一种是战争起得胜利的 不当木脑 那么到了今天 这些所有的木脑 都汇集成了一种 欢庆的赏会 变成了全民族的 一个节日 是这民族繁荣昌盛的 一个象征吧 透过木脑纵歌 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 远古人类文明的影子 感受到 悠长久远 丰富多样的锦坡文化 有人说 读懂了木脑纵歌 就读懂了锦坡族 读懂了木脑纵歌 读懂了木脑纵歌 读懂了木脑纵歌